炭中和和超前基建 如果是比较简单 炭中和是更加稳定的主题 基建是要稳定经济 但要做的力度 基建有很多东西 到底滲到上中下游 哪个环节的钱落到哪里 和有多大力度 这个是比较难猜 但炭中和是要长远发展 但你要留意 炭中和又不是完全不用炭 他都要认清蜡烛热煤为本的基本过程 然后要找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所以他不是完全不用炭 但是他要高效利用炭 以及要发展新的洁症能源 所以你不要想要炭中和 炭那些就不用理 这些就一片光明 但又不是这样 所以也是部署方面 可以帮你增加回报的一个内容 无论你搬出来的股价波动 其实相对上大 即使你强力也好 一直都叫大家推 觉得是好 可以去看的 华润电力 或者是一只龙元电力 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要上上落落 虽然它也是站在高位 现在这两只股份 但要注意 都是上上落落 有一个波动 所以大家去买这类型股份 我觉得中长线可以看好 就不同 你做了几年 你冲完上去 省了 原来是没有影 我觉得现在又变成了 会更加实在 因为你的国策要做 还有不单是你国策要推 你是整体的大环境 它都是要推动这些 新能源的暴暴的发展 所以对于916 或者这个华润电力 其实我觉得整体前景 都是依然向好 这样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整个区域来说 整体依然是可以很匹 最重要是836 这些是顶 916 其实它就 这些位置 其实又要大家去留意 冲完上去 现在是这些水平到整固 我觉得其实有机会 没有事没有过 大市不是太大 下去的时候 916其实有机会 冲回上去 19元这些水平 甚至是破之前的高位 是有可能的 这些可以充得到的时候 下面的这两只 几个风电器股 才有机会 做得比较强 否则的话 它只要跟着 排队下去 资金未必是 那么会流下去 都不会 录像 特别人 这些人 你 为了